- 环球网报道,以色列首要信源日报网站刊登,数月之前的一次一亿联合军演中,以色列海军发射的火箭弹碎片袭击,伤到了意大利航空母舰。 - 这一严重事件,是让意大利海军直接单方面终止演习,并在随后两国海军官员举行的会议上,双方协商达成和解,这才使得演习得以继续。 - 神经报道中的一些细节,不难看出,这一事件将造成意大利和以色列联合军演的一些消极影响。 - 首先,将直接造成意大利航母的严重受损。 - 据报道称,以色列在港口内向意大利军舰方向发射都是干扰火箭弹。 - 这种火箭弹属于被动防御性,主要是通过大量释放内部的微小铝钵金属丝,来干扰对方雷达。 - 一般只适用云公海等空框,或者开放水域使用。 - 但是,以色列海军舰艇却在港口水域内,对着航空母舰发射,微小的铝钵金属丝,随海风到处飘散。 - 一般进入航母上的大型箱控阵雷达,空中挂阵雷达,着陆辅助雷达,密集阵等进防武器的火控雷达内部,接触到敏感元器件上,难以用期的会对舰载雷达等电子设备,造成重大破坏和损害。 - 而且,干扰弹在航母附近,直接爆炸,爆炸的碎片击中了意大利航母。 - 这些碎片也有可能会对航母舰体和舰弹设备,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。 - 其次,容易造成意大利以色列双方联合军演信心受挫,隔阂加深。 - 意大利和以色列双方的军事连演,既有兜首军火的城,分在里面,也有各自展示军事实力的潜在意义。 - 不过,以色列闹这样一出,让人大跌眼镜,很难想象像以色列这样一个战兵中,不断绿练出来的军事强国,会在这样的军事行动中闹出笑话。 - 这也直接使这次演习中,双方信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,虽然最后双方得以和解,但无疑在各自的心里都会产生一定的隔阂。 - 第三,对肇事者的惩罚,将直接影响参演官兵的士气。 - 这次事件的主要肇事者,是以色列海军舰艇的一名士兵,因为用操作而触发了炮弹击发按钮, - 事后包括证明士兵在内的多名军官和士兵被处罚,而肇事士兵,则被判处监禁。 - 这样的判罚对参远双方官兵而言,士气都将会受到一定的打击,有可能导致今后作战过程中,由于过度的谨慎而一部战机。 - 一旦发生这样的后果,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。 - 最后,此次事件从某种程度上,也映射出北约各国军队之间冒合神离。 - 以色列和意大利的联合军演,上一秒还在艾布旧班的进行,下一秒就因为士兵无操作而权盘中止。 - 映射出北约各国军事力量,虽在同一化战体系,相互之间进行带有一定目的性的联合军演, - 跟外界的整体印象是相互配合,协同一致,貌似坚弱磐石。 - 实则,一旦这样的联合军事行动,在初级本国离异时,便会变得不堪一击。 - 粟啊,一旦中的联合,用断胎刺美劲来的合军母贴录制官黄金螃丝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